同学我们来看到立题7 第一个小题 比较A B C这三个数字的大小 首先我们先从这几个数字来 看他们有一些可以找到的一些共同的 一些线索 A跟B跟C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看他 能从哪里的下手 是不是从他的 底数 来下手 底数都给他化成多少 大家比较习惯 是不是底数都把它化成2 像 4的2分之5次方是不是相当于2的平方的2分之5次方 8的负1次方是不是相当于2的3次方的负1次方 那B是不是可以把它化成 2的负9分之2次方的9次方就是2的负2次方 而C的话 2分之1的负3分之4次方 就相当于2的负1次方之后的负3分之4次方 就是2的负3分之4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这样的处理 所以A就变成2的平方 B就变成2的负2次方 C就变成2的3分之4次方 那ABC都化成 一样的底数是2的话 接着我们 来看 2是不是比1大 所以我们的 这个大小只要比 指数的大小 照顺序就可以了 2 大于3分之4 大于负2 所以最后2的平方 大于2的3分之4次方 大于2的负2次方 所以A大于C大于B 再来我们看第2题 要比较ABC的大小 A等于2的2分之1次方 B等于3的3分之1次方 C等于10的6分之1次方 这一次我们会发现 ABC这三个数字 底数 都不一样 指数 也都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来从 一些地方 来下手 大家觉得在这个题目 你要从底数下手 还是 指数下手 从底数下手 不太容易 从指数下手还有一点点 可以有机可循 先从 指数的地方 2分之1 3分之1 6分之1 再想 236 这三个数字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 6 所以我们可以把 2分之1次方 3分之1次方 6分之1次方 这三个 划成跟6分之1次方有关的 数字来做看看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看 A 是不是可以写成 2的3次方的6分之1次方 就是8的6分之1次方 B可以写成 3的 平方的6分之1次方 就是9的6分之1次方 C 就是10的6分之1次方 这个时候 既然三个不一样的底 次方都是6分之1次方 所以我们直接比 底数的大小就行了 因为 8小于9小于10 所以 8的6分之1次方 小于9的6分之1次方 小于10的6分之1次方 所以 A就小于B就小于C 这是我们的第2个小题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3个小题 第8题 抱歉 第8个例题有3个小题 第1个小题 我们要算 10的x平方 减2x次方 大于1000 这里我们就直接把 这些全部都化成10的次方 就如这里所示 10的x平方减2x 这个次方 大于10的3次方 而这个 底数10是大于1的 所以呢 我们直接比 x平方减2x大于3 再来一个像 x平方减2x -3大于0 这样子 再照前面的 多项4的多项不等4 2之4解锁交的 是不是要算 x-3 x加1大于0 最后 x就大于3 或者是x小于-1 好 好 再来看 第2个题目 0.1的x平方减2x次方 大于0.001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要思考 0.001 是0.1的几次方 是不是3次方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写成 0.1的 x平方减2x次方 会大于0.1的3次方 因为我们的底数是0.1 同样这个底数都是0.1 这个0.1是不是介于0跟1之间 所以这样子的不等式之下 我们的 指数是不是要 颠倒边就变成 x平方减2x小于3 那接着 我们x平方减2x小于3 要继续做下去 是不是x-3 x加1小于0 那x就介于-1跟3之间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1分之1的x加1次方 小于等于16 再小于等于4分之1的x次方 在这边我们要看到的 这几个数字 是不是都跟 哪一个数字的次方有关 同学 基本上你要算这个的话 如果告诉我要用1分之1的次方 我是 不会反对 但是用1分之1的次方在你做的过程当中 你 不太容易 把它的方向做的对 所以以我们的建议会希望 你用 你比较常用的 比方说是 整数的 正整数的 某个次方 比方说 1分之1的x加1次方 就会变成 2的-1次方 的x加1次方 4分之1的x次方 就会变成 2的-2次方的x次方 我们会建议这样 那16当然就是2的4次方 这样子来看 因为我们 底数都是2 上面的指数 要去处理上 就会比较 好比较 不会又要 用1分之1 等下要换边了 这样子做不一定好做 好我们就开始来处理了 第1个 都是2 所以我们进一步可以 这个联力就求他们 共同的 共同的 交集 最后就变成 x 大于等于-4 小于等于-2 就是这个答案 好我们来看第9个例题 第9个例题 要解这个不等式 这两个不等式 第1个小题 9的x次方 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 9是不是 3的平方 也就是说 3的平方的x次方 3的平方的x次方 是不是相当于 3的2x次方 也就是说 3的x次方的平方 这个我们要转得很快 这个是第1节 所教我们的 指数率的转换 9的x次方加3的x次方 减2 大于等于0 我们进一步可以 划成3的x次方的平方加3的x次方 减2 大于等于0 那接着下来 是不是把它因此分解 3的x次方加2 乘上3的x次方 大于0是OK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是做3的x次方 减1-1大于0 乘上3的x次方的x次方的x次方 小于0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要算 Carolinez就会1-1大于1-2大于9-2大于 BLACK 3小于12的x次方 6… 再小于1小于1的0次方 3有 A4的107 4�� 107 所以我们得到的 6… 上面的X就是会介于2跟0之间 你看底数是1分之1 是不是介于0跟1之间 所以上面的2X0 这些就要换边变成2大于X X大于0 就是X介于0跟2之间 好,我们来看 第十题 X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2 在这边X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2 可是你看到这里 F等于4的X加1次方 减掉2的X加1次方 要算最大跟最小 这个最大值跟最小值 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我只要把X代-3跟X代2 找出来 谁比较大就是最大 谁比较小就是最小 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子去做的话 应该来讲 你会做对一个 但是 不管你做对最大还是最小 但是你没有全对 如果说一个初题老师要 严谨一点,完整一点 看你真的概念 齐不齐全的话 他会说最大值是M 最小值是小M 那你把M跟小M 的叙述对写成一个格子 就是好像我们写的坐标这样子 整个对才算你一格 这样你错一个就不能给分 所以你就要对这个有完整的概念 首先呢我们先从 F下手 F等于4的X加1次方 减掉2的X加1次方 4的X加1次方是不是4乘上4的X次方 2的X加1次方是不是等于2乘2的X次方 那我们接着是不是可以把前面的那一项写成4乘上2的X次方 同学你知道我写到这边是要干嘛吗 聪明的你应该知道我要准备做一个动作叫做配方 所以你看看接下去的动作 是不是可以把4提出来 变成2X次方减1四分之一整个的平方 再减掉1四分之一 在这边你要小心 你做这种题目的话 你做这种题目的话 你很可能有几个错误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你在配方的过程当中 这个四分之一配错 这个四分之一很容易让你做错 再来 你四分之一的平方等于十六分之一 你多了十六分之一吗 不对 你是多了十六分之一乘以四 是多了四分之一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减 四分之一的地方写成减十六分之一 这是你要小心的地方 所以你配方配出来之后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还要用什么呢 我们还要用的就是我们的 X大于等于负三小于等于2 这个条件 X大于等于负三小于等于2 它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 变成2的X次方 介于2的负三次方跟2的平方之间 所以2的X次方大于等于八分之一小于等于4 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配料的地方 那你想一下 用2的X次方来当成一个数字的话 2的X次方 它的范围是介于八分之一跟4 而我们的F的X可以把它画成上面的这一串 那是不是当2的X次方等于四分之一的时候 它有最小值负的四分之一 因为这一串等于零 因为这一串等于零 对不对 2的X次方等于四分之一的时候 它有最小值负四分之一 那同学 你觉得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不是当2的X次方等于4的时候 带进去有最大值 好我们就接着看下去 当2的X次方等于4的时候 也就是说X等于2 因为2的X次方等于2的平方X等于2的时候 F的X次方等于4分之一的时候 这一串等于0 所以X等于-2 F的X最小值负四分之一 要完整一点 应该就是说 他会问你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它最大值是如何 或是X等于多少的时候 它的最小值是如何 是这个题目比较完整的一个问法 问你当X等于多少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做得对 我看你会有什么东西 在这边 我看你会有什么东西 我看你会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我看你会有什么东西